哈囉今天是96後的抬頭堅達 跑高速公路引擎溫度升高 然後我把水龜拆起來看 發現了這個水很髒 那水龜溫度升高過後 我都會建議客戶直接把它換掉 因為都升過溫度了 它也不貴 那我們就這個水龜就順便換掉 那我們拆開以後啊 發現它這個水路是很髒的 所以呢 我們檢查水箱的時候 發現水箱也很髒 所以水箱要建議換掉 這個是新的 新的水箱 你看裡面的金屬的這個水道的部分 它這個一孔一孔的就是 給水流過去的水道 那這個是新的 那我們看一下舊的 那舊的水道呢 因為水太髒 然後生鏽 有水垢 把水道塞到快要 不通了 所以它 散熱速度太慢 跑高速公路的時候 它就會 溫度升高 所以這個水箱呢 就是建議要更換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太久沒有加水晶 跟換水箱水 所以造成說 它裡面有這個 塞到的狀況 好 那我們換完水箱以後 還要檢查 這個 水棒譜跟風扇 然後呢 這樣就 確定沒有問題 去路上四個車 就發現 不會再升溫度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然後你看這個棋片 這棋片 盡量不要去折到壓到它 這樣過風比較好 大家掰掰 掰掰